永皇虽然年长 但也未曾经过这样的事情 还是有些毛躁 倒是臣妾的永章倒还稳重 哦 永章如今这么敬意 是 嫡母崩世 再怎么不懂事也该稳重了 那好啊 大可让永章和永皇分担着 也算多个历练 是 臣妾多谢太后 你是儿女双全的人 这满宫的嫔妃都比不上你 哀家听说 孝贤皇后临终前 还举荐了你为季后呢 想是传言有误吧 臣妾哪里配为季后啊 没事 坐下说吧 是 如今后卫虚弦 有人的心思 怕是愈发藏不住了 淳贵妃这几日 领着嫔妃命赴祭拜 格外地讨好 笼络 家妃她们 对这淳贵妃 也是百般的巴结 怕是淳贵妃对后卫 已经动了心思了 如今宫中 就我和她是贵妃 她儿女双全 又有孝贤皇后临终前的举荐 她动心不为过啊 淳贵妃所仰赖的 不过就是两个亲生的皇子和一个养子 可姐姐你别忘了 你是出身后祖 又有皇上的情分在 如果真有季后 也应该是姐姐你啊 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 而不是位分 既有情分又有位分 那才是两全其美 当初皇上选弟夫进的时候 那把如意已经交到姐姐手里了 要不是先帝阻拦 姐姐现在就已经是皇后了 当初姑母要我成为皇后 可是成为皇后 不是靠真做能做的 一切都是皇上的心意 皇上现在心思爱痛 无暇顾及 咱们就不要再给皇上添乱了吧 儿子请母亲安 请于娘娘安 快起来快起来 不必拘礼 谢母亲 坐 每回来到易坤宫 但阿哥还是会称贤贵妃为母亲呢 儿子虽然养在纯娘娘里下 在外不得不称呼一句贤娘娘 但在内 儿子的心还是同往日一样 母亲疼你的心也如往日一样 这些日子你带着诸位皇子 尊行丧仪 该是累着了 儿子是长子 哪里的少不得儿子 儿子更要客气孝道 处处不能疏漏 难得你有这份心 你是大阿哥 负担的东西自然就多些 但是你要记住 还是要谨言慎行啊 儿子记下了 今日是你额娘 折敏皇贵妃的身计 母亲已经派了人去安华殿 送了祭品 多谢母亲挂念之心 纯娘娘便不记得额娘的生计 中宫崩世 诸事繁杂 纯贵妃疏忽也是有的 先吃些点心吧 云娘娘 外的还有许多事情要照顾 我不敢久留 快去吧 丧衣裳离不开你 你自己仔细着点 儿子身为长子 定当十分尽心 儿子告退 自古以来 立太子都是立敌立长 再是立贤立贵 大阿哥是众皇子当中 唯一成年的 最近又替皇上生了长孙 让皇上做了马赴 占尽立处 有立的地方必有必处 但愿永皇能明白吧 听说方才 永皇又去看望贤贵妃了 你不在中翠宫 永皇到我那儿 坐了会儿就走了 到底贤贵妃 抚养过永皇 也难怪 永皇心里 一直惦记着你 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 之冷之热地疼着 闹了半天 还是不如你 丧贵妃你多心了 我养了永皇 这么些时候 她就惦记着 何况你那么担忑 永皇是个孝顺的孩子 自然会记得你的养育之恩 在永皇心中 你的养育之恩也不见 说来 贤贵妃没有自己的孩子 永皇对你多孝顺些 也是应当的 季旧礼已过 大家休息片刻吧 本宫让御膳房熬了些八宝甜汤 大家都可以用一些 tsun婷月 我一定会在她那里 你应该在我自由 就 deploy 梦频 梦领 膝盖疼死了 咱们啊 快去快回 免得捞下话吧 说咱们对孝贤皇后不及 姐姐慢点 孝贤皇后去了之后 皇上更坏了个人似的 变得喜怒无常 前几日他指责前朝的大臣 在僧仪上不够公斤 即刻拖出去庭帐 生前已不见得有多爱惜 如今看起来倒像是 恩爱夫妻一般 相信皇后如果地下有知 不知道会不会嫌自己 气势太晚 不能早些得到这样的恩情 海岚你说话越发地任性了 淳贵妃平时胆子小 还不是敢对姐姐大不敬 如今淳贵妃的心思愈发明白 也愈发藏不住了 难道姐姐就要对她听之认之啊 先别说这个了吧 妾身给您准备了参汤 您喝点参汤提提精神吧 妾身还为您准备了热水 刚才看您跪了大半天了 您扶扶腿 能这些老舌子做什么啊 我得赶紧回皇后娘的灵前守着 皇后娘崩世 地形之中为我局长 这回我这个长子不在 像什么样子啊 您这辈子 就是被长子两个字困住了 又不是 轻点 又不是铁打的人 歇一歇又怎么了 您得空 还得往邪娘娘那里跑 您好歹 也得顾着淳娘娘的面子呀 淳娘娘自己有亲生的儿子 哪怕为我娶亲 也只选了你这样 伊拉里是出身的小姓小族 淳娘娘想着亲上加亲啊 亲上加亲固然好 但说来 终究是门第姓事最重要了 你呀 别烦事亲近淳娘娘 你当她是远房姨母 她满心里只有自己的儿子 不是真心疼我 您的话切身记下了 往后不敢和淳娘娘 多走动了 人哪 终究是要靠自己的 皇娘崩市 这后卫 总不过是落在淳娘娘 和母亲身上 淳娘娘要是当了皇后 她的儿子就成了嫡子 我还能有指望 大可可死亲 母亲她没有儿子 我多多提着 与她当年的抚养之情 会比不上永齐 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即便母亲当不上皇后 只要她多向皇后提着 我是长子的事 活征太子之位 也多些胜算 说来 到底是邪娘娘更特明些 疼不疼得谁知道呢 什么亲情笑意 都是假的 只有当上太子 大权在握 才是最真的 对了 傍晚我会去安华殿上香 会回去晚些 是 今儿是额娘的生计 到时 切身陪您一块儿去吧 你我同去太过点眼 免得被人抓住话柄 说不敬嫡母 我自己去便好 是 永皇可是我疼过的孩子 他怎么会 我倒觉得这样的大阿哥 反而更像是一位皇子 或许永齐有一天 也会变成这样 但在这宫中 所有母子子孝 兄有帝宫 从来不过就是个孝吧 不过是 写在死后功德里面的 一美之词罢了 海岚 你说这话太让人灰心了 是挺灰心的 可是我说错了吗 早些 圣祖皇帝时候 九子夺嫡 是什么样的情形 先帝又是怎么 对待他的手足 这些人都逃不过 如今永皇是如此 纯贵妃不也是如此吗 姐姐 我知道你对后卫没有心思 但是纯贵妃一副 势在必得的样子 难道你真的不想点办法 先看看纯贵妃 她还会做什么 再说吧 此事耽误不得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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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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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